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件事 早上看到一个PTT的文章觉得很有趣 所以想到一个主题 咱能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Google的运用 那我们要运用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早上发现哪一篇文章很有趣 好,就是有关于这个网友 他写的这篇文章里面有各个国家 关于台湾对于防疫的疫情 有哪一些政策面还是执行面的问题 那他里面介绍了好多个国家 那这些国家的语言都不太一样 那他也图文并茂的都有说明里面的内容 感觉好像就是他什么国家的语言都会非常的厉害 也成立的非常细心 让我们觉得非常有台湾价值跟台湾精神 感觉非常有希望 其实不是很建议就是太捶捧这件事情 但我们做得还不错 的确是真的 那里面就有人说 原坡为什么知道这么多语言啊 语言天才啊 或者是吃了翻译举落等等的说明 好那其实呢我们可以尝试试一下 因为Google好像都有翻译的技能 那怎么用这个技能呢 就是一个现代人可以知道其他国家在想什么的方法 好但是你只有这个技能还不够 你还要学会使用关键字 那关键字是什么要怎么下呢 这个其实就是长久以来搜寻的能力了 好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是新冠病毒武汉肺炎的内容嘛 那所以我们就把它的病毒最新的名称 COVID19输入进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知道外国媒体的直接的文章 那我们就用Google翻译 那我假设今天想知道的是希腊 关于对台湾的防疫有什么想法 那我们就把台湾输进去 然后翻译成希腊文 找不到文章你这里点下来 这个箭头点下去就可以找到了 也要翻很特别的文章也都有 OK好那把希腊文符字起来 然后贴到里面 然后第二个部分我想知道国家的防疫 所以我找了想了一个相关的字 像是政府 那或者我特别想知道有关于学校 其他国家对我们学校防疫做的消息 那我也可以查询学校 好那我输了这些关键字之后 Enter进去 你们看到前几篇文章都还是英文 到这篇就出现了不太懂的语言 这就有可能是希腊文 那我们其实还可以更设定一下 进阶搜寻的部分 再设定进阶搜寻 那这里有一个语言 我就可以找一下 我今天只想找希腊文 地区当然是希望找到本地的新闻 所以一样找一下希腊 阿希腊还没关系了 找一下希腊 Where are you? 好找不到 不过像语言找得到希腊的话 他应该找到的机会就很大了 我们不能放弃 是要搜寻一下 找到了 好那直接按进阶搜寻 那就看到刚刚英文的文章 好像都不见了 剩下就是希腊文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有台湾 有政府 好那我们点开来看这篇文章 然后后面这篇是我刚刚没有点过的 那我们也一起点开来看一下 好我们点前三篇 那通常我们在Google搜寻的时候 我会建议找一下前三篇或前五篇 然后开起来看一下 好那希腊文都看不懂怎么办呢 嘿 Google翻译就很贴心的 帮我们跳出来 那我们如果没有跳出来 你用Chrome开启的话 点起右上角 这里就可以点翻译 他就可以帮你翻成中文 那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篇的确就是在讲 台湾怎么样对于新冠疫情 做了哪些事情 而且顺便介绍了我们的夜市啊 庙宇的照片 甚至连卫兵交接都有 感觉根本就是介绍我们台湾的风土民情啊 实在是非常的厉害 好那第二篇文章呢 我们一样看一下 这里再讲一下我们国家的防御 还有我们在捷运里面都有戴口罩的样子 做了什么事情 这篇也写得蛮清楚的 好下一篇文章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这篇好像在讲新加坡 好就不是台湾 然后打插这篇文章不见 好所以前五篇文章有两篇 说到有关于台湾的疫情 那我们就找到了台湾怎么防疫 然后哪些地方适合别的国家做借进参考的 好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宅男不出门 人知天下是Google的运用 先翻译 然后进阶搜寻 要知道你要找的关键字 最后你使用的是Google Chrome的网页翻译 这样你就可以找到其他国家的文章咯 好那分享到此结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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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